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突然又传出了要撤档的消息 所以,一直到现在,这部剧还没能正式播出 而关于撤档的消息众说纷纭 其中也有网传消息,称可能是因为被举报了 让大家觉得更意外的是 这一次白露新剧的问题竟然引发了两大古偶男神的粉丝之间的冲突 之前《长月静明》播出的时候 就有网友曾举报过剧中的很多内容不符合一些价值观念 当时也引发了很大争议 而且这部剧也是白露主演 这几年白露的资源确实不错 之前有网友统计 她有超过十部的作品都是女一号 自从签约了于正公司之后 于正就一直在力捧白露 虽然也曾爆出过一些负面新闻 但她的粉丝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 而且这几次虽然作品被举报 都和白露本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一次起冲突的粉丝的两位古偶男神 分别是诚意和人嘉伦 他们都有非常受欢迎的古装代表作 而且这几年一直都在坚持禁组拍戏 代播剧也非常值得期待 因为是同期的演员 加上他们二人戏路就比较相似 所以粉丝之间一直都有矛盾 而且网友也会将两位男演员对比 这一次之所以会产生纷争 是因为尼安如梦宣布撤档之后 传出了被举报的消息 有消息称 这一次被举报的事情和诚意 任嘉伦的粉丝有关系 双方的粉丝为此争执不下 都坚持认为是对方先挑起的事端 如此看来 这件事其实是有些离谱的 因为本身作品能否播出 与这两家粉丝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为了一件不相干的事情起冲突 对自家的艺人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粉丝们在追星的过程中看似离艺人都很遥远 但实际上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会对艺人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 这件事对于两家粉丝来说只是一个导火索 是因为一直以来 他们之间就因为其他的事情有过积累的矛盾 这一段时间娱乐圈中很多艺人的粉丝都有纷争 有一些艺人之前有过合作 但因为粉丝之间的争论导致关系变得越来越差 任嘉伦和诚意都是古装造型比较有优势的男演员 在对比的过程中 粉丝们往往都会更加倾向于自己的偶像 但实际上很多比较都是没有意义的 两位男演员有自己更加倾向的类型 虽然同期发展会有一些竞争 但也都能够凸显出自己的优势 粉丝们还是应该更加理智地去看待这些问题 不要轻易引战 有矛盾后 艺人的形象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这一次的事件几乎和双方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完全可以低调地处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留言